老人车祸康复案例 老人车祸康复案例 患者深度昏迷 病情危急 在原始点至公指点下 立即按推头部原始点 抽策马上缓解 而后先用吸管 给予少量浓浆汤 手术15个小时后 再从鼻胃管喂食浓浆汤 12小时后老人松醒过来了 鼻胃食管喂食浓浆汤 12小时后人清醒了 手术后第三天拔除引流管 硬磨下再次水肿 液体量更多过手术前 医生准备 腰椎穿刺引流脑筋液 如效果不张 将再次进行钻孔引流术 为家属拒绝 家属决定只在医院做简单治疗 并选择以原始点疗法来调理 每日分次 饼胃管喂食浓浆汤500毫升 以半斤干姜片熬煮 按推全身原始痛点两次 24小时全身及头部温敷 家人辅助做肢体训练 每天按推两次 肢体锻炼 40天后老人家拔除 气管套管及鼻胃管 可以逐渐在床上活动 自行吃饭 由人搀附着走路了 50天左右 患者整日轻微喘息 医生说是气管切开后的后遗症 虽按推原始痛点 已不见缓解 后来持续用热姜汤 装在保温瓶 连接塑料软管 对着嘴和鼻子正常呼吸 把姜汤的热气吸入呼吸道 增加热量 每天有时间就吸入 五天左右就好了 55天痊愈出院 老人家至今88岁 身体状况良好 感恩张医师 感谢原始点 感谢原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